2024年 苹果App Store 终于 终于能下载游戏模拟器了 什么 永远我们一直没有 没错 游戏模拟器在此之前 一直被App Store禁止 直到今年4月5日 苹果在自己的App审核指南中 做了一项修改 4.7条 迷你App 迷你游戏 流媒体游戏 聊天机器人 插件 后面新增了一个 游戏仿真器 也就是游戏模拟器 大惊小怪 安卓已经有这个十几年了 苹果一有就可能换护士吧 我知道 安卓还能模拟更强大的主机 App也更多样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些视频 讲过 但是模拟器 这种对安卓来说 理所应当的App 要能够登录App Store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可以说是来之不易 背后原因令人感动 请听我快快说 给大家看的这个呢 就是现在iOS上 最值得一用的模拟器 它的名字叫做Delta 其实前两天 苹果还刚刚下架了一个 叫做IGBA的模拟器 是因为IGBA 抄袭了一个远古时期的模拟器 GBA for iOS 而Delta恰恰和GBA for iOS 背后是同一个开发者 所以血统纯正 这一次不会再被下架了 下载完Delta打开 要先从文件导入游戏ROM 这里App会给不同游戏 按照平台分类 Delta可以模拟 从FC到N64 Gameboy到DS之间的 所有任天堂主机 长按空白的图标 然后点击下 就可以通过搜索自动匹配游戏封面了 进入模拟器 每个主机可以替换不同的皮肤 比如FC和NES来回切换 好开心 按钮按下去 还有iPhone的振动触感 还挺能模拟真实按键的 模拟器经常用的那些 即时存档 加速 作弊码等等功能 都可以直接启用 而且这个软件本身是免费的 不带任何广告 我觉得效果最好的 就是模拟DS 两个屏幕这样上下排列 感觉会原版DS的屏幕差不多大 而且下屏还可以正常触控 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摸不到按键 玩不了动作游戏 我玩个新马死了好多次 只能玩RPG那样比较慢节奏的游戏 不过这个小问题解决起来也并不难 因为Delta也支持蓝牙嘛 我设计 然后3D打印了这样一个小的MagSafe支架 两边卡上了Joycon 在iOS里蓝牙配对一下手柄就解决了 这个肯定是现在玩DS最好的方式了 Delta还有一些很机智的支持功能 比如DS游戏需要麦克风输入 那Delta就可以调用手机麦克风实现 甚至GBA上的瓦利奥制造需要的陀螺依输入 也可以用手机陀螺依模拟 你甚至还能AirPlay把它投到大屏幕上 直接变成家用主机了 虽然支持着主机和一些复杂的功能 Delta是没有安卓上的模拟器强的 不过它整个APP从图标到菜单 再到小动画 整体都很有iOS的气质 很清爽优雅 看起来非常舒服 除了还不支持中文菜单 我找不到任何缺点 在苹果政策变更的短短几天内 Delta已经登上美区免费榜第一名 第二名是海外版的拼多多 这么一个设计精致 功能完整 看起来花了很长时间打磨细节的模拟器APP 是怎么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开发 并且上架的 这也太神速了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啦 Delta其实很早就完成了开发 并且上架了iOS商店 但不是苹果官方的App Store 而是处于灰色地带 未经苹果审核的第三方应用商店 Out Store 在安卓上 大家除了安装应用商店里面的APP 也可以直接从网站上下载APK 像电脑一样 不需要经过任何机构的审查 但是在iOS上 所有APP都需要经过苹果的审核 遵循35000字的APP审核指南 模拟器因为有版权风险肯定是不行的 有隐私风险的不行 有窗口的应用也不行 苹果觉得iOS不能这么操作 保护用户确实是保护了 但是很多用户并不想被保护 大家为了绕过苹果安装APP 只能够选择越狱 用越狱后的软件商店 Cedia和Cedia Impact 安装第三方软件 听到越狱这两个字 是不是感觉有一些沧海桑田 以前iOS想做点什么都得越狱 随着苹果一点点把原本大家越狱的理由 都给实装到系统里 慢慢的越狱也就不再流行了 于是开发者们只能够寻找 更加有创意的新方法 也就是钻空子 OutStore钻的空子就是 让iPhone觉得你在上面安装的APP 是你自己开发的 骗骗苹果得了 可不可以把自己给骗了 这原本是好几年前的一个激励措施 苹果为了鼓励更多人自己学习开发iPhone软件 自己测试 开放了Xcode的这个功能 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大窟窿 也不好意思给堵上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巧合 OutStore和Delta的开发者是同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Riley Tester 他开发出OutStore的时候 刚从大学毕业不久 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他开发完Delta 想把它分发出去 于是就想了这一系列钻空子的方法 然后他又想了我都已经把这个方法实现了 我为什么不分享给更多的开发者 让他们也通过这个来分发呢 是真的慷慨 于是OutStore就诞生了 现在上面除了Delta 还有Riley的另外一个软件Clip 用来记录剪贴版历史 也可以添加更多语言 解锁更多语言本没办法登录 App Store的野路子App 有Dreamcast GameCube模拟器 有Java版 Minecraft 甚至还有能让你在iOS里运行 Windows XP虚拟机的神奇App Riley这样的开发者 也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用户能有更多更好的体验 如此煞费苦心 但苹果其实并不想领情来着 现在大家如果想安装OutStore 需要一台Windows或者Mac电脑 然后输入自己的一个Apple ID 假装这些都是你自己开发的应用 才能正常推进 但是如果你住在欧盟国家 你现在是可以合法合规的 在iPhone上安装OutStore的 这是因为欧盟最近通过的 DMA数字市场法案 这个法案强迫苹果必须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的存在 这苹果当然不愿意了 因为第三方应用里面的下载 并不会给苹果30%的抽成 然而苹果的抵抗并没有什么卵用 法案还是生效了 OutStorePile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第一个登陆iOS的正版第三方应用商店 当然苹果还是要收取每次安装5毛欧元的费用 配合了 但没完全配合 欧盟的骚扰其实还不算什么 真正让苹果头疼的是另外一个精英怪 美国司法部 美国司法部最近发起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起诉 它起诉苹果在移动产业存在垄断 遏制竞争 细数其宗罪 88页 好长的指控 基本上针对的就是大家熟悉的苹果的那些做法 比如Apple Watch只能和iPhone配合使用 一整个封闭的生态系统阻止用户离开 限制云游戏 甚至还专门引用了Tim Cook 在被质疑iMessage独占时候的回应 Buy your mom an iPhone 这可能是继1998年微软被起诉之后 司法部最大的手笔了 当时的诉讼结果是 微软不敢再强迫所有Windows用户 继续用IE了 所以现在才有了 求求你有Edge吧 我们也不比Chrome差的 苦苦恳求 而反方 苹果的观点是 这种封闭就是苹果的特色 消费者对苹果的预期就是封闭的 司法部多管闲事 也不应该有指手画脚的权利 一方觉得自己是在服务消费者 一方觉得对方是在绑架消费者 大家觉得哪边更有道理呢 不管怎么样 即便苹果现在正在努力抗争 它一边还是在放开很多权限给开发者的 这样可以提前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开放起来 模拟器就是第一个被推出来的形象大师 嗨 别那么小气嘛 忍人 而且更多模拟器肯定在路上了 什么PPSSPP Dreamcast 甚至Wii 都有机会登录iPhone和iPad 苹果的iOS 不论是被迫还是自愿 肯定已经走在了开放的道路上了 视频的最后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做了